香港特区政府在1号公布港车北上实施安排 将从6月1号上午9点开始 接受和资格的香港私家车申请港车北上 并从7月1号凌晨零点起 让已经获批的香港私家车 经由港州大桥口岸往来香港与广东省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从6月1号上午9点开始 接受和资格的香港私家车申请港车北上 获批的港车可以从7月1号凌晨零点起 经港州大桥口岸来往香港及广东省 在计划推出初期将对接受申请数目设置上限 并以电脑抽签方式分配 开放申请后第一个星期 每个工作日接受200个申请 第二个星期起 每个工作日接受300个申请 之后会视情况逐步提升 此外 每日出行车辆数目也有上限 获发港车北上相关排证的申请人 可从每月月中开始 经网上系统预约下一个月的指定时段出行 系统似乎预约数目 可能会以电脑抽签形式分配出行时间 特区政府也提醒 在申请时需要留意 第一 港车北上司机 需持有香港及内地的私家车驾驶证照 第二 申请人可开车到香港指定地点查验车辆 无需另行前往内地进行查验 第三 香港车主可直接向香港保险公司 投买符合规定的等效先任保险 无需另行投保内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香港保险业监管局欢迎相关安排 并表示已协调香港保险公司 落实粤港跨境汽车保险等效先任政策 目前已有16家香港保险公司准备就绪 向市场推出相关产品 让香港车主无需分别购买两地保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港车北上便立香港居民以自驾方式 经港珠澳大桥到广东省做短期商务交流 探亲或旅游 是拥抱大桥机遇 促进大湾区进一步互联互通 推动区内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越港两地政府会密切留意审视相关申请和实施情况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直播之前 旅游